我們是否應該關心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他一定是工作得太辛苦 我建議他最好暫時不要接種什麼疫苗字 如果不是太勞累的話 局長不可能搞錯安心出行的應用法例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上星期預告放寬措施時曾表示 食肆要確保堂食顧客素描安心出行二維碼 或登記資料如果不是 有可能是罰停頁3至14天 被問到買外賣是否要掃這個二維碼 他那時說得很清楚 很清楚地解釋不論唐食或外賣 只要你踏入餐廳的範圍就需要掃這個二維碼 或者登記個人資料 昨天在記者會上又被問及同一條問題 局長仍然表示 他說 我想不在於你買外賣或其他行為 而是當你進入一個廁所的時候 其實法例的要求是當你進入一個廁所 你就需要掃這個安心出行 自民和餐廳食肆 最初聽到局長這樣說 都有不少的疑問 大家有一點大惑不解的就是 為何要買外賣也要掃二維碼 又或者登記個人資料 政府昨天政府就最新社交限制措施刊顯 在指名的處所負責人是需要確保顧客進入處所之前 不是之後 是之前要掃描安心出行的二維碼 或者登記顧客的名字 電話 到訪的日期和時間 但同時都列明 購買外賣的顧客是屬於例外的 然後食環處 又在網頁最新消息的頁面 刊出政府發言人的澄清 由於外賣是不需要脫下口罩 顧客逗留的時間亦比堂食短很多 所以他們不需要掃描這個二維碼是可以接受的 同樣的道理 為顧客提出外賣的速遞員 亦不需要掃描 食肆的安心出行 我不是事後恐明 大家認為局長 這個錯誤的理解 是不是令人難以想像 不過公道來說 這個所謂的錯誤理解 不是大錯 有可能局長只是想更加小心 更加細緻一些 所以覺得實施安心出行 應該是 疑緊不疑鬆 有殺錯就沒有放過 因為怎樣想這件事 局長是不可能對自己發出的指令都有錯誤理解 雖然可以說是小事一宗 但這些小事可以引發的信心問題 可以勁大 是的 大家可能會開始問 局長批出科興疫苗作緊急使用 會不會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大家可以放心 因為這個決定是基於12位專家一致的意見 說這些專家我不太明白 為何專家顧問委員會的其中一位委員 許樹昌教授 當他被問及 你會不會接種科興疫苗教授 他拒絕回應 還說這是一個私人問題 不應該將接種疫苗的問題政治化 其實記者朋友這樣問 都是想知道許教授本人 對疫苗的信心有多大 算不上什麼政治化 如果這樣也算政治化的話 帶頭政治化的 接種疫苗的 一定是行政長官和司局長 他們這樣做都是想表達對疫苗的信心 他們才會去接種 其實想深一層 即使許教授不準備接種也好 不一定代表他對疫苗沒有信心 他可能有其他理由 就像袁國勇教授 之前他也有被問過同一條問題 袁教授說 他只是會接種自己有份參與研發的疫苗 許教授這種較為曖昧拒絕回應的態度 很難怪別人將他演繹成為 有份推薦科興疫苗的專家 對疫苗的信心也不足夠 信心這件事真是很糟糕的 沒得解釋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了 不過大家不需要太過濾 因為最重要的是 沒有人可以強迫你去打 但是 政府說 會有防疫措施 只是針對那些沒有接種疫苗的市民 那這種算不算是強迫的一種 你們自己想想 科興疫苗今天就來到香港了 政府也列出了可以預先接種的群組 你是否在這些群組裏面 作出決定之前 我們不妨掌握知識 了解一下 這款疫苗是甚麼家夥 疫苗究竟是甚麼 疫苗是利用我們自己的免疫系統的記錄功能 去提供保護的 疫苗將病毒的特徵 預先給我們的免疫系統 去看看 分析 和做出準備 當我們真的被相關的病毒攻擊的時候 就可以隨時跟它打架 在病化之前把病毒 殺死 這些病毒的特徵 是可以在死了或是 弱化的病毒上得到的 而新一代疫苗 是以病毒的基因 去令我們的身體細胞製造這些病毒的特徵 疫苗本身 基本上是不會 令到你病 是沒有致病性的 中國科興疫苗用的技術 是最傳統的疫苗製作方法 名叫做 滅活病毒技術 研究人員利用非洲的六喉腎細胞 做製造病毒的工廠 在病人身上分離出來的新冠病毒株 在實驗室內大量繁殖 然後用有機化合物 把病毒處理過 保持外層的次蛋白 和其他組成部分的完整性 但最重要的是 同時令到他失去複製能力 這就是滅活的意思 我們的免疫系統 很厲害 免疫系統對失去了活性的病毒 是無興趣的 所以 疫苗就要混入 一些含履質的免疫助劑 這些助劑 用來做甚麼 就是刺激我們的免疫系統 令我們對於 目標的病毒產生免疫的能力 滅活技術 是相當成熟 亦是很容易執行的一種疫苗製造技術 但是大家要明白 因為在過程當中 需要處理大量的活性新冠病毒 因為這樣 嚴謹的實驗室管理 是極之極之重要的 以免有流亡的活性病毒 令到疫苗接種的人不幸染疫 有一點 大家不需要擔心 含履質的助劑 在合理的使用情況下 一般不會對人體造成明顯的傷害 不過 亦有可能引發不良的反應 尤其是神經系統的副作用 這些副作用我昨天也和大家展述過 我不在此再重複 政府宣佈已經採購了三種疫苗 其餘那兩種就是 伏星BioNTech 和阿斯利康牛津疫苗 等到他們來了香港後再和大家 說說這兩種疫苗技術的特性 如果你是屬於那五個優先接種的組別 這邊有五個 第一 醫護人員 第二 60歲以上的長者 和70歲以上的長者 可以和兩個陪同人士一同接種 第三 安腦及殘疾院舍院友和員工 第四 維持必要公共服務的人員 包括紀律部隊 處理環境衛生人員 油證前線人員等等 第五 運輸口岸工作人員 例如跨境貨車司機 和機組人員 如果你屬於這五組 又有興趣去接種的話 就要留意 第一個階段 接種 是由2月26日開始 而只是提供科興疫苗 因為第一個階段只有科興疫苗 由2月23日開始 大家可以在網上預約接種 兩劑疫苗的時間和地點 不屬於這五個優先組別 是不可以在第一個階段接種的 市民去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和普通方門診接種疫苗之前 記得一定要在網上預約 不能就這樣走進去 一定要記得要帶身份證明文件 和優先組別的證明文件 才好去 澄閉